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然后各位领导 同行 媒体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里远镜的邓玉强 也可以叫我Victor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高层镜数字互动内容 带来消费场景的新价值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阿里远镜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阿里远镜是阿里巴巴集团孵化的一个创业项目 我们的定位是做大规模3D 实时渲染 还有云互动技术的产品服务商 我们的远镜是做下一代的互联网体验 使得曾经是3D互动内容体验进一步的去普及 我们其实第一块的业务是从云游戏起家的 我们有自主研发串流硬件多端适配的一个 实时云渲染计算平台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个内容生产平台 去允许我们的合作伙伴 用云渲染的技术 去做比较高层镜 而且高质量的一个内容 我们至今已经服务了过百家的企业和平台 累计的运营时间 已经有两亿小时 两亿小时 然后客户呢 其实主要分为两种 一方面是游戏的平台跟游戏的CP 另外一方面呢 是那个非游戏的行业的客户 他们对元宇宙的行业比较感兴趣 包括宝马 西安博物馆 手机淘宝 还有武汉东湖等等 然后大概讲一下 我们对元宇宙的一个观点吧 我们其实专注做 这个下一代的互联网体验 做虚拟和现实 结合的互动 3D内容和体验 今年其实元宇宙这个话题 没有那么那么的活跃 因为今年可能主要大家比较关注 AI 对吧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从 元宇宙的底层的技术去看 整体的技术还是发展的很快的 这里面主要有六大的一个要素吧 这个会包括技术还有应用场景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是从算力来看 整体的GPU跟CPU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这个也支持了 整个元宇宙内容的一个发展 第二呢算法 AIGC大家都很了解了 而且无代码跟低代码的引擎也是发展的很快 就使得整个内容的生产也会比较快吧 那个发展的 然后从通讯层面来说的话 这个是保证这个低延迟很有高层进感 然后刚刚也有朋友说了 就是从交互技术来说 XR VR AR 包括苹果的Vision Pro都是在这个发展的一个状态 然后新的产权规则指的是 其实就是区块链 这个区块链包括blockchain NFT的技术 也是在赋能整体元宇宙的 然后从应用场景来说的话 我们也说到不同行业的客户对元宇宙这种3D空间的一个需求 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商业 电商 教育和工业等等的应用场景 都在往这个3D空间去发展 所以我们觉得这六大元素的成长 其实促使整个元宇宙的发展 这个可能大家都看了很多次了 这个大家比较了解 但我都说几点 因为元宇宙其实是提供一个大场景 大用户规模 同时在线的一个场景 它是一方面是充满幻想力 创新 还有更智能的一个虚拟空间 而且这个虚拟空间实际可以跟现实场景打通 或者做一些线下不能满足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元宇宙是一个 必然的一个下一代的互联网 它会更繁荣 更沉浸 还有更便捷 对 然后这个就是想说 这个其实整个 今年那个国家的重点就是新的时代数字经济发展 元宇宙是被定义为新的引擎和新的动力 现在受到地方跟中央部委的一个支持 对 AIGC的发展很明显是在也在推动整体元宇宙 3D世界的一个发展 因为大的场景是需要很多优质的数字资产 然后AIGC是可以大幅度的减低制作的门槛 把底层重复的工作省了 然后创作者可以把时间放在创新还有创意上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虽然AIGC可以释放生产力 但是创意还是要靠人的 所以这里打个小广告 就是元宇宙创想家数字内容创作大赛 这个是元金跟重庆市B3区联合举办的一个数字内容创作大赛 我们是希望可以吸引全国元宇宙内容创作者参与 展现创作者独特的创作视角还有思维 去推动整个元宇宙的创新和发展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一下这个OA码去了解这个活动 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的主题是消费或者是实体商业 就是元宇宙怎么去赋能 刚刚也说了 元宇宙其实是建设一个大场景的3D空间 可以让商业或者消费更有趣 比如说我们在搭建一个元宇宙购物 或者是社交互动空间 这会包括比如说在一个电商的一个场景 我们从这个电商的店铺的开始 我们可以突破很多线下的限制 因为元宇宙你可以做很多比较有趣的一些内容 包括从那个入口你可以做的超现实 一个虚拟购物空间 吸引用户进来逛 还有吸引用户过来玩 然后从商品排列来说的话 传统的电商或者现在电商主要是把商品放在货架 有视频或者是直播的互动 但是如果在元宇宙世界的话 商品可以不需要那么的规整的放在货架上面 它可以重获自由 就比如说你可以跟那个商品更沉浸的一个互动 或者赋予商品一个生命 它可以作为一个NPC跟你出去做很多一个对话 所以回到那个实际商业价值 第一它是创造了一个创新的用户体验 它通过3D高层镜的一个虚拟空间 用户进来逛玩还有买 而且可以可社交的一个整体体验 去让实体商业更好玩 更酷 而且更多的互动 第二呢 它也突破了经营限制 通过一些游戏化的社交内容 还有裂变的传播 让商家获得私欲的流量 第三它也是一个很创新的商业模式 因为从通过元宇宙这个世界 它可以产生很多线上数字内容的一个消费 这里会包括一个比如说是树藏 比如说是道具 这个其实是满足人对实体消费之外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打通一个线上购物 也可以跟那个线下的商业进行一个联动 再讲一下这个元宇宙的体验需求 因为刚刚也很多嘉宾也说了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一个3D的世界 它需要高沉浸感 也需要有很多人在线跟那个即时互动 所以云渲染在整个计算端搬到云上去渲染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因为通过云渲染的话 它可以支持超大场景的人货场 它可以支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世界 比如说是刚才有朋友说的万人在线 或者以后突破了100万人同时在线 而且里面会有大量的建筑物 物件还有NPC 所以规模上的话我们通过云渲染是可以支持的 第二是从品质上面来说 就是因为现在3D技术的普及了 可以做到很高品质的一个世界了 3D世界了 这里涉及到很高级别的光照 阴影4K还有高震数等等 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云渲染的话 也可以把品质进一步推高 到那个类似3D游戏的一个层面 第三是体验 刚刚也有朋友去分享 因为如果我们把一个元宇宙的包体 做得很精美的话 那个包体会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用云游戏云渲染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可以把整体的包体变成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去 不需要再有包体 是一个不用APP 一个链接就可以进去了 每个人一点进去 一秒就可以进入那个世界 因为全部的渲染和重的包体 都放在云段上面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变成一个链接了 所以它更容易去传播 你可以在你的朋友圈 小红书抖音等等 分享你的链接 朋友 你分享给你的朋友之后 你的朋友就可以一秒去点进那个世界 或者一秒去点进你现在在玩的这个内容 我们其实已经构建了整体的云游戏 还有原宇宙场景的实时云渲技术平台 现在除了游戏行业之外 我们现在在发展的原宇宙行业客户 会包括文女文博 商业营销 还有智能制造 一会会有一些视频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重要的游戏客户 这会包括网易 米哈游 360 等等 还有B站等等 除了游戏行业以外 我们现在也在不断地去扩场景 我们现在已经在服务 很多非游戏行业的客户了 这会包括工业 零售商业 电商 文旅等等 从营销原宇宙来说 因为这个可能会和很多品牌感兴趣的 从营销原宇宙 我们其实可以做原宇宙的展厅 3D空间 商品 或者是做品牌发布会 虚拟演出 或者是原宇宙的营销活动等等 然后第二 空间电商 刚刚也有朋友说了 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3D的空间 用3D高沉浸互动的方式 去重构人货场 给用户沉浸式的电商新体验 得到新的乐趣 从文旅原宇宙来说的话呢 我们其实更多 现在在往这个数字暖声的方向去走 然后里面有很多游戏化的设计 沉浸式的体验 还有数字通证 给用户一个文旅 一个互动的一个新的体验 我们除了文旅原宇宙 我们也在做工业的原宇宙 工原宇宙的话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数字暖声 实时互动渲染 AI等技术 去缩短 那个产品 从创意到产品设计的 一个时间周期 模拟整个真实生产过程 还有供应链的组织流程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几个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案例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两年前吧 跟那个手机淘宝 合作的一个原宇宙虚拟空间 里面还有很丰富的IP 这次IP是有 也是由阿里集团 阿里鱼 阿里鱼 提供的 我们是导造一个虚拟的一个街区 因为用了原进的云渲染技术 这个虚拟空间 在手机淘宝里面 可以积点积晚 而且是实施渲染的 逼真体验 对 第二个合作案例 就是BMW宝马 我们给BMW 搭建了一个虚拟工厂 里面的消费者或用户吧 可以在工厂里面逛 然后去沉浸式的体验 宝马的汽车 是怎么去生产 接下来就介绍我们一个 文旅的一个合作案例 叫原进博裕 原进博裕是我们 原进文旅的一个 元宇宙子品牌 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跟西安博物馆合作的 目标就是让文物活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都是通过云渲染 而得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比较精美的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 沉浸式的一个游览体验 你可以跟文物去互动 那个文物也可以 像一个NPC一样 可以说故事给你听 这里会有很创新的视觉 互动剧情的体验等等 对 这同时也是一个 超大奇幻的一个场景空间 对 另外一个案例是 我们跟武汉东湖合作的 一个元宇宙樱花展 我们通过云渲染的技术 所以大家能看到 这里每一针都是通过云渲染 去渲染出来的 去制作一个具备气质的 一个樱花展吧 以上是我们通过 实时云渲染制作的 一些元宇宙的一个案例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感兴趣了解 阿里原境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谢谢 谢谢